在繁忙的台北街头 你是否有注意过提着玉兰花的贩卖者 他们大多为弱势群体 串串庆人心脾的玉兰花 是支撑他们自食其力的希望 多数路人无视拒绝又或停住帮忙 有谁了解过这背后的坚守 在原山高架桥下 有一位玉兰花阿姨已从事该行业36年 民国72年开始 因为那时上班也刚好工作结束 小孩子还小 对啊 那就刚好南部的那个亲戚 他们也是有种这一个这个花 他寄来给别人卖的时候 他就是没有办法说 掌握到他的价钱啊 由于玉兰花夜晚开花的特殊性 业者们需要凌晨作业 才能保证白天能够新鲜贩卖 但近几年因气候 政府接卖者等原因 该行业更日趋衰弱 天气 我们从八八公灾以后 我们的产量就很少了 就常常会 会不够供应啦 那也刚好 刚好最近好像生意不是说很好 也就刚好应付的一些特殊也差不多 还像现在的庙里有没有 也就是政府都一直 一直就是说不让人家 摆贡品啦 像那个行天宫啦 他都连桌子的摆贡品 有的都没有 所以说你买花要去拜的话 你就没地方放 现在的客户省少了一半 就是有的老了啦 老的比较多啦 那时候有很多齁 七八十岁八十几岁的人 现在那些都已经没有了 都已经老了不卖了 即使一步如以往的销量 且接外者与陈慧间并没有合约 警示口头约定 陈慧依然坚持将花香传递 展开日复一日的夜间旅程 那你要负责啊 因为现在花龙那里 他们东西种了 树种下去了 你不跟他收的话 他没有地方可以 没有人家可以跟他收啊 收这个的话 有客户有固定啦 你要对我的客户的小贩也要负责啊 那么多人四五十个人 你现在要分去给其他的大班的话 他们也很难收吧 陈慧今年已六十八岁 仍日夜颠倒风雨无阻 只要能自食其力便甘之如頤 差不多我送到最远啦 就只送到中立那边 就是差不多五点了 如果是夏天的话就要五点多 那三十几年的当然习惯啦 我们也是 没有说会去玩啊做什么的 像说你出国去那么久 请人家送货一天就要三千块 要能够玩几天 尽量节省 现在的收入那么少 以前的收入是要养小孩 对 三个小孩子要比较 那现在是小孩长大了 长大了 没有货可以卖少 收入就少了一半了 他们自己也是有收入 也不用麻烦你啦 但是他们的收入也没有 没有能力来养你啦 我们自己还能够赚 你自己还能做 就做嘛 成慧不知自己会坚持到何时 更不知日后玉兰花行业 会走向何方 和他依旧微笑着 真理打包花串 扛起责任和生活压力 在夜里散发芳香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